尊敬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碧方澄澄 我现在在等车,我一会儿要回一趟市里 就是回我原来上班的地方 因为我要去做个交接 因为我这两天跟我师父学拍视频嘛 然后我师父走得比较急 然后我是请假回来的 我原来的工作,手头的工作还没做交接 所以我要回去做一下交接 我是晚上走 晚上走的话,明天早上我就不用起早走了 所以这样我能多睡一会儿 偷点蓝 车来了,我就要往回走了 天已经很黑,特别黑了 世界这么大,爱是遇见你 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 天南地北别忘记 我们之间的情谊 我到了 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是刚到我的工作单位 嗯,然后简单带大家看一会儿 嗯,这个小狗 这个小狗是我来了之后收养的一个流浪狗 嗯,平常没事就像在这个办公室带着 是这个样子 这个,这个桌 这个桌就是,呃,就是这个物业收取费用的桌 然后这个桌,我就在这个桌 这个桌就是我平常干一些杂活 啊,做一些表格 啊,车库 登记,登记,出租,出售 啊,一些一些杂活 然后看一眼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小茶水尖 可以做饭的 然后里边是个卫生间 这个门进去是一个休息室啊 什么休息室 就是这么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办公室 小了点啊,但是啥都有 嗯,先说一下为什么我要晚餐走啊 因为我们那个村没有通到这 直接通到我上班这个地方的通道车了 嗯,我们平时就是 嗯,那个搭那个跑线车 就是那种出租车 出租车,嗯,因为它费用比较高嘛 嗯,我们就是四个人 或者是三个人拼一台车 这样子的车票就能便宜点 嗯,要是按我的工资 就来会儿跑通勤的话 还负担不了 嗯,这样子的我平时 嗯,没没回家之前 平时也就是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回家一次 嗯,这样子的还能划算一点啊 嗯,但是接触到了这个平台之后呢 我就打算今天就把工作做一下交接 就直接回家了 嗯,我这个情况呢 我家里的情况我跟我们老板也说了 老板人很好 他能理解我的这个想法 也挺支持我的 嗯,我说了之后他也是同意了 嗯,然后也是支持我好好做 嗯,也非常感谢我老板这段时间的支持和照顾 今天呢,也想通过这个视频表达一下 对我师傅唐伯虎的感谢 同时也想表达一下对网友的支持和感谢 嗯,感谢大家喜欢我发的视频 嗯,也感谢大家支持和毕业 嗯,我师傅呢 我是特别感谢他的 嗯,因为在他可能不觉得什么 但是他解决了一大部分 我家就是特别 特别头痛的难题吧 嗯,帮我们家解决这么大一个难题 嗯,多了也不会说啥 再多就要查字典了 嗯,因为我这个文化水平也是 嗯,也是有限 嗯,怎么说呢 接触到了这个 嗯,接日头条这个平台 也是特别幸运啊 认识我师傅 也是一个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嗯,能让我有机会回家尽孝的同时呢 也能保证一下我的基本生活 嗯,非常感谢 嗯,我师傅呢 平时也比较忙 其实并没有 嗯,大家所看到的那么潇洒 啊,一天也是很累很忙 在拍摄视频,剪辑视频 还有这个道上的一个路走 这个也是很辛苦 嗯,我发这个视频呢 它有的时候可能会 嗯,没看到 嗯,所以 我也想请广大网友帮我带个话 嗯,表达一下我对 我师傅,糖果苦的感谢 嗯,希望他多多保重身体 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也在流行嘛 嗯,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勤洗手 嗯,最后就是表达一下我 我对广大网友尊敬的网友的感谢 嗯,最后就是表达一下我对 多谢大家能包容支持和关注鼓励我 嗯,因为我刚刚开始剪视频嘛 肯定是剪的也不好啊 镜头也也拿的不是那么稳啊 反正有时就这种这样那样的就是不完美吧 嗯,但是网友也没有说啥的 都是在支持我,鼓励我,为我加油 就是真的让我很感动 以前也从没想过哈 然后在这个自媒体上还能还能收获这么多的好朋友 嗯,真是,嗯,真是一份惊喜 嗯,可能就是大家常说那句话啊 那个叫什么 嗯,叫属实不易,扭转乾坤 在2020年的年末认识大家 然后和大家一起踏入2021年的新一年 希望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会继续努力 然后努力的拍一些就是我们农村 我们村里头的一些风景啊,人物故事啊 等等大家一些喜欢的视频 嗯,我会加油努力的 再次感谢,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加油 嗯,加油 加油 我你快回去